来关系国际关系 我们知道拜登跟习近平两人的会面 即将在11月15号就要登场了 但是呢 现在这两个人还没会面之前 其实中美之间早就暗潮汹游 甚至是互相的较量 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们来看到华尔街日报就报导 其实习近平跟拜登两人在会面之前 习近平就有讲过 如果说要跟拜登来见面 习近平是有条件的 他说要先跟美国商界领袖进行晚夜 才要跟拜登来见面 但是当然了 就是希望习近平可以取得一些筹码 不过白宫也非常精明 白宫就拒绝了 原因是因为白宫认为说 拜登跟习近平见面的时间会拉得很长 所以意见也可能也会有所分歧 所以认为习近平应该要先跟拜登见面之后 再跟商界来见面 所以看得出来 其实中美的外交早就已经开始暗中的较量 那么现在很多专家也分析了 习近平跟拜登两个人 现在要重返谈判桌 这当中当然有非常多的美感 包括像是耍手段 冷落对方跟缺席会议 甚至拒绝释出善意呢 都可能是谈判的手段 而现在大陆的外交部也向美方喊话 希望美国以实际的行动反对台独 APEC会议即将在旧金山登场 央视记者直集媒体中心找亮点 除了历史文化 不少诞生于旧金山湾区的科技企业 也选择在这里展示自己最前沿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和产品 各界都对APEC和拜习会衍生的经济合作 抱持高度期待 因为拜习会登场前 中国大陆已向美国最大农产企业采购300万顿黄豆 另外彭波也报道 大陆正考虑解除过去四年来 采购波音客机的禁令 南华早报则披露 今年四月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过境美国前 美方已先知会大陆 动作罕见被解读是美方释出善意 巴厘岛会晤时 美方明确表态 美国政府不支持台湾独立 美方应当切实恪守坚持一个中国 以实际行动反对台独 不过天下没白吃的午餐 拜习会登场前 中美台面下依旧角力不断 大陆外交部要求 美国总统拜登应该以实际行动反对台独 而纽约时报引述白宫幕僚说法 指出拜登将当面告诉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别干预台湾和美国明年的总统大选 华尔街日报透露 拜习会拍板前 大陆官员曾提出条件 希望让习近平先和美国商界举行宴会 却遭到白宫拒绝 拜习还没见面 台面下已经动作不断 TVB新闻叶俊宏 戴源丽综合报道 没错 拜习会即将展开 除了拜登跟习近平两人是别人注目的焦点 像这么大型的领袖会面 场边的细节也是非常有学问 小置桌椅的摆放 大致这个水到底要用什么 大家都是非常的关注 我们来看到 他们认为说这一些场边的细节 根本可以说是幕僚 也就是后勤的噩梦 像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座位安排 甚至是两人打招呼的方式 是要握手还是拥抱呢 还有要放水杯还是要放瓶装水 甚至摆什么花都是有学问的 就有专家就分析 如果今天放的是梅花 在中国的文化当中 象征的是坚忍不拔 如果今天放的是莲花 在中文的含义里面 有和平的象征 当然了放什么花可以传达两国的关系 那么现在美国的媒体就报导 习近平其实希望他在抵达的时候 拜登是可以亲自的来迎接他 的确这样看起来好像比较有面子 另外他也希望说习近平跟拜登 两个人在合照的时候 旁边是没有工作人员陪同的 因为这样子反而可以凸显两个人的私人关系 而至于拜席呢 我们来看到拜席会习近平要住哪里 大家也非常关系习近平要下他的旅馆 现在已经有北京整间都包下 远景私下也有透露 他说其实旅馆外面的人行道 还是一个公共的开放空间 不可能照着中方的要求 完全不让人通过 APEC领袖会议倒数两天旧金山市区开始封路 并且架设栅栏 每个路口都可以看到远景 21国领袖及领袖代表齐聚 安全务必做到滴水不漏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下踏旅馆的车道 进出口架起白色帐篷 就是为了确保上下车不会成为为安漏洞 习近平人还没到旅馆外已经有人来举牌 习近平在旧金山下 他的旅馆正在做最后为安确认 那么外头人行道因为是公共空间 所以如果有示威群众来到这里 只要是和平的 没有妨碍秩序 基本上警方可能不会驱离 也就是说习近平来到这里 免不了会听到抗议的声音 美国总统拜登认为 元首级层级对话 在复杂的美中关系下 是必要的 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表示 这星期美中元首峰会 美国希望打击毒品 和恢复军事对话能有进展 至于拜登会不会要求中国 针对间谍气球事件道歉 甚至警告习近平不要干预台湾选举 苏利文说 透过媒体简报对北京威胁 或提出要求 对即将展开的外交对话没帮助 习近平在拜习会后 和美国企业界的晚宴特别邀请他在爱荷华州的老朋友出席 那是38年前接待习近平的家庭 习近平隔了6年再访问美国 罕见的搬出私事 希望用人性的一面 扭转中国及中国领导人的形象 TVBS的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